另外一位大佬就是玉龙集团的董事长严凯泰 他看到对手和泰车寄出了这个买车送机票的优惠促销 他似乎是不以为意 他反而侃侃而谈今年的车市 严凯泰就说40万辆的目标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完成了 他说希望明年能够达标 拼车室还不忘调侃自己一番 母亲吴顺文纪念颁奖典礼 玉龙集团董事长严凯泰带着夫人陈丽莲亲自出席 面对对手和泰汽车年底车站来势汹汹 甚至祭出史上最优惠 买车就送价值8万元机票 一个月轻易的促销金额严凯泰不以为意 你一讲我又想拿出我的手机来 不行拿出手机来又会被你们骂一顿 我想大家在这个社会上 做生意也好做工业也好都要survive 大家有survive的方法和方式 我们就静观其变 也祝福大家都赚钱 半开玩笑但爱用国货意味浓厚 颜凯泰没在怕 因为旗下品牌Misong Sentra 11月狂卖了1700多辆 Luxian U6 Turbo月订单也破1000台 延长保固力拼今年全年车市 希望能够回到40吧 今年是不可能啊 我希望明年能够回到40吧 谈到今年台湾GDP不保二 严凯泰也有话要说 不保二很差 我也觉得很差 你要不要看跟别的国家更差的地方 那怎么办 当然我们不是去跟坏的比 我们不是去跟坏的比 台湾处在这个环境 这个右边有 左边有 前面有 后面有 很辛苦 他需要努力去转型 今年月龙尾牙定在1月28号 全体200多名员工同欢 最大奖送汽车 亲自出马 严凯泰总算在年底 交出漂亮成绩单